土耳其東部在星期三晚間發生強度5.7級地震 導致至少7人死亡 救援人員正在找尋生還者 有關官員在星期四說 在伊朗和土耳其邊界附近的帆城地區 救援人員在工作一夜之後 目前已經救出25人 據信當地仍然有幾十人被困在雅力之下 這次地震發生前不到三星期 該地區發生過一次更強烈地震 造成大約有600人死亡 一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星期三地震導致有25座建築物倒塌 但有關官員說 10月23日地震後 除了三座建築外 其他建築裏都一直沒有居民